这张图报我们台湾人给吓坏了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也被PM2.5所苦 我们也担心说这个PM2.5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极大一个伤害 就没有想到的 我们看现在这个强风区的这个地方 竟然就是沙尘暴 而这样的恐怖的沙尘暴 竟然要直扑台湾而来 现在台湾PM2.5的这个侵害已经是叫做内外交迫 我们知道今天和美军民去抗议 所谓的台中火力发电厂等等等等的这些污染 但事实上就在今天事实上更可怕的一个黑色黑洞的 整个的沙尘暴是直扑台湾 从中国大陆直扑台湾而来 就是在哪里 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 从贝加尔湖来的 贝加尔湖我们知道 以前苏武牧阳的北海就在那边 但那边非常空旷 但是那边形成了一个低气压系统 低气压系统可以理解 但是别忘了在西边 中亚那边过来了一个冷高压 这个冷高压翻越了帕米尔高原 到新疆过来以后两个相会撞击 是不是就撞击在河西走廊 这个非常强的一个所谓的低气压系统 跟冷高压撞击之后产生了一个 河西走廊的强风直奔台湾而来 这些风沙的这种威力是非常可怕的 沙拉沙漠也就是在大概北纬15度的地方 就三毛他们以前生活的那个什么 西沙拉那边 可以把两万吨的沙每年运到哪里 翻越大西洋之间运到南美的 Amazon 亚马逊和流域 大家觉得说不可能吧 这个翻越整个大西洋 太不可思议了 当时比如说这个世界航海大发现 大西洋 那坦白说沙拉的沙早就运过去了 沙拉可以吹到亚马逊 就像这个画面所说的 这就是所谓的沙尘云 整个的排山倒海的运过去 那怎么证明呢 因为其实原来在亚马逊和他们的土质里面 林矿这个林是非常少的 但我们知道以前 那么大家在这个沙漠里才开采林矿 连河西都在林矿场工作 这里面的林居然 沙拉的林矿出现在亚马逊和 那你说它能够装满多少 68万9290辆卡车 半挂式卡车可以装满 68万多台卡车 把这2万多吨的这个沙可以运过去 可以把它沉淀在整个的亚马逊河 而且亚马逊河是不是就深入到土壤里面 所以这样的力量让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 这个联系简直是我们无法想象 但是最可怕的要算是在美国 美国曾经1934年发生的真正的叫黑风暴 黑风暴 对 黑风暴 顾名思义就是它是20世纪的大自然灾难 第一名 1934年不止那个时候遇到了所谓的 世界很多大灾难 对 经济大萧条 对不对 接着这个简直是这个乌漏偏逢连夜雨 可怕的是你知道它的面积太广 这就是我们想象这样的一个黑风暴 这样一个黑洞造成的污染空气的 大概的范围有多大 它的横的面积就2400公里 然后值得有1440公里 而且高度可以达到多少 3000多公尺 风插水到3000公尺 达到像河欢山这么高 那你想在这个情形 把整个美国到加拿大 中西部这些草原 城市 全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三天三夜 一个可怕的一个风暴带的袭击 而且是黑色风暴 对一个地方我要把你完全的掠夺是绝地三次 而这个美国的黑风暴真的达到绝地三次 是把很多的土壤都吹走了 你知道上面的土壤原来是很肥沃的 而这些肥沃的土壤全部被刮走 刮走以后剩下底下又被污染 而且又是贫瘠的那些土地 那么这就造成了变成是 好像是永不超生一样的 这个农业的浩劫跟居民的浩劫 那么整个这些吸水断流 水井干涸 那么这些牲畜的渴死 甚至可怕的是 它那些污染是到现在都难以恢复 你不明白 状态